7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先端技术展,两款分别由我国小米,吉利企业所研发的纯电汽车吸引了全场所有参展人员的目光。 据悉,这是小米,吉利纯电动汽车在日本的首次亮相,没想到反响竟然能够如此热烈。 因为这两款在我国汽车行业当中口碑都算不上最优,反而总是被网友们拿出来挑刺,调侃的新能源汽车在日本却得到了如此高的重视。 因为几位前来参展的日本汽车厂商技术人员,竟然当着所有镜头的面,不仅对着这两款汽车来的一次全方面的详细拍摄,甚至直接跪着趴在地上,拍摄这两款汽车的底盘。 虽然对日本所谓的工匠精神早有耳闻,没想到如今为了获取第一手技术资料,竟然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本汽车厂商对于我们国产的这两款纯电汽车,或者说是对于我国如今日渐兴盛的新能源汽车领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或许有人会感到疑惑,明明日本在汽车行业的荣誉和成果全世界都声名远扬, 那么他们又为何会如此重视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呢? 造手机的小米开始造汽车,似乎要完成苹果未尽的事业。 今年4月,小米SU7登台亮相,小米创始人雷军先生亲自拍短视频推销,短短的半个多月时间卖出了7万辆,让努力多年的玉小李们冷眼。 还没走进小米展区,就能看到小米的边上竖着一个招晃,上面直接明晃晃地写着奋战日本市场,展示亚洲EV实力。 突然发现,雷军先生特别只懂女人心,不做爷们的生意,就做女人的爱好。 小米SU7有海湾蓝,亚辉和橄榄绿三种色彩,在日本首展的这一款车就是橄榄绿。 不少日本人围绕小米车兜了一圈,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很时尚,很宽大。 确实,小米车一经推出,就吸引眼球,不管是不是因为多看了保时捷几眼,整辆车的造型就是取水流连似曾相识。 买不起保时捷,买一辆小米也能过瘾,加上宽约两米,长约五米,如此宽大的车体与空间,加上小米研发的起步不犹豫,刹车不点头的超级电机,和智能驾驶系统与智能座舱系统,小米一辆车确实惊艳。 当年,李舒福先生做电冰箱的时候,开始倒鼓造汽车,他有一句名言,在坊间流传甚广,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把沙发吗? 凭着这一番豪情,李舒福先生造出了吉利车,买下了瑞典的沃尔沃,参鼓了德国奔驰,虽然头发越来越少,但是事业蒸蒸日上。 与雷军先生把小米车搬到东京来展示不同,李舒福搬来的吉利车是一个线路缠绕的车体和一大堆散装零部件。 小米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吉利这次却是一丝不挂,我的底盘,我的车体,我的设计,我的零部件,我的系统,一览无余。 发现李舒福先生除了豪气,还有勇气与底气,当来到吉利车的展示现场,发现看这辆裸车的日本人比看小米车的还要多。 大家都掏出手机拼命派,细细看,毕竟,对于日本人来说,在EV车领域,中国是发达国家,日本是发展中国家。 吉利裸车的展示,让日本的技术工程师们找到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看他们趴在地上撬着屁股,恨不得钻进车底的努力情景,李舒福先生绝对可以感到自豪。 日本是世界的汽车王国,丹丰田一家公司年制造和销售汽车就超过一千万辆。 但是,许多的日本车企,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还在徘徊和观望,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如何判断未来市场的问题。 比亚迪在2023年率先杀入日本市场,一年卖出了1446辆。 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已经很不容易,因为特斯拉一年在日本也才卖出6000辆。 虽然,小米和吉利还没有宣布什么时候进军日本市场,但雄心一路霸气尽险。 也许奋战日本市场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进入汽车王国的意义大于实际利益。 很多时候,汽车行业就像武林,想要在一条技术赛道上开宗立派,必须去挑战最有声望的那座山头。 就像金山找,想在佛山开武馆,得先打赢了叶问再说。 中国双情要想树立游混标准2.0,就必须和这个领域的前辈们碰一碰。 所以,吉利最近干了一件大事,他们把中国新智能双情带去了日本本土,并身体力行地告诉东营同行们,大人时代变了。 为了确保顺利攻破日系混动的技术壁垒,吉利派出了两台硬实力强横的新车,星瑞L至晴和星月L至晴。 而挑战目的地则定在了日本汽车事业的三大地标,驻波赛道,秋明山及东明县。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油耗、操控、性能三个维度上,全面胜过同级日系竞品们。 其中驻波赛道是日本著名的刷拳胜地和F3赛事基地,全长仅两公里左右,却设置了包括发卡弯在内的八个复杂弯道。 虽然短小,但是也很高能。 中国星智能双晴在这里跑出了79.9千米每小时的迷路测试成绩,除此外还有7.92s的零百加速以及34.65米的制动距离,可以说典型的静如厨子,动如拖拖。 其中的轿车选手星瑞L至晴更是以1分18秒03的成绩刷圈成功,创下了中国A级家轿最快圈速记录。 而在东明县高速测试中,星月L至晴的表显油耗只有4.3升每100千米。 即便是调用更严苛的加油法实测,数据也只是略微上浮到4.46升每100千米。 对于一台长近4.8米的SUV而言,这个能耗水准完全称得上U12字。 作为对比,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2.0OE,HEV日系油混SUV,在相同环境下的两项成绩分别是4.7升每100千米和4.94升每100千米。 极力感千里迢迢来叫板,在于这两台车确实在硬实力上优势颇丰。 比起日系竞品大多选用的自吸发动机加单档电驱方案,中国星智能双晴的配备要精良许多。 首先,它动用了1.5TD缸内直喷涡轮增压混动专用4缸发动机,热效率高达44.26%。 与之匹配的是三档智能变频DHT,支持P1加P2双电机驱动。 而且,最大转动效率更达全球最高97.5%,能量损失可以忽略不计。 低速用电,中速节油,高速发力,所以才能做到性能和能耗坚固。 除了数据优势外,极力双子星在动态表现上也很有两把刷子。 所以,它们最后一站来到了传说中的秋名山,自测一下操控上线在哪里。 三公里的山路上塞了30多个弯道,平均每100米就有一个接近180度的急转弯道,其凶险指数可见一般。 不过,好在星瑞L至晴有世界级CMA架构坐镇,前麦夫逊家后多连杆的经典悬架也有很好的发挥。 更重要的是,它还搭载了线控底盘技术,以及同级最长悬架行程和采埃符DP-EPS转向助力系统,极限过弯时的贴地感和稳定性都没得跳。 再加上29000牛米deck扭转刚度,面对五连发加弯也丝毫不惧。 新一代秋名山车神的名号,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 纯电、插混、增程、油混之所以能齐头并进,是因为不同技术方案都有各自的闪光点。 前三条赛道的主力军无疑都是中国车企,但提到油混或双情时,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依旧是日系车们。 不过,极力给他们带去一点小小的中式震撼后,油混的格局也该重新洗洗牌了。 那么,中国电动车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供应链完整产业聚集度高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业规模连续十多年居全球首位。 这一优势体现在新能源产业上,就是拥有涵盖从材料研发、工程设计到制造管理、总装集成的全产业链, 形成了一批契合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的汽车产业集群布局。 国内一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的地区,基本上都形成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打造了由整车企业带动,配套先进智能网联产业链以及优越产业政策环境的产业生态。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和聚集,以及充电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持。 2022年2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累计突破1000万辆, 2023年7月突破2000万辆,从第一辆到第一千万辆耗时27年, 而从第一千万辆到第二千万辆仅用了17个月。 第二,市场规模巨大,技术迭代迅速高效,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规模巨大,且拥有强劲增长潜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 市场占有率达到31.6%。 当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在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销量中占比近65%, 中国已经连续9年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 中国体量,巨大的消费市场和丰富多样的用车环境,为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迭代升级提供了土壤。 无论是售价几万元的代步车,还是几十万元的主流国民车,各级别的新能源汽车都能找到发展空间。 同时,由于中国消费者对汽车智能化新技术的接纳程度更高, 不少车企都将新产品新技术率先投放在中国市场。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的电动车品牌在确保性能卓越与品质可靠的同时, 还能够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吸引消费者。 以比亚迪为例,该企业凭借规模化的生产效应, 以及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成功降低了生产成本。 这些竞争优势相互交织,共同为中国电动车品牌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成功, 并推动了其快速的发展。 不远的一天,日本也将成为中国各路EV英豪的争雄之地。 燃油车打不过日本,也许中国的EV车可以压过日本。 燃油车打不过日本,也许中国的EV车打不过日本。